天气热的受不了让很多人都想和企鹅一样在冰上消暑 6月份台中有一场南北极地风光博览会 许多大小朋友都已经准备好要到场来报到 而为了让弱势孩童也能有机会一睹北极湖和白令海融鸭等基地动物 有民间单位也自掏腰包花了百万元 送出7000张门票给台中市政府 南北极的一个生态的展览会 为期四个月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价值 所以我们率先就买了1万张的票 其中有7000张 最重要的就是希望透过台中市政府 能够给一些弱势的家庭 因为希望他们能够预乐于教 爱可以把冰天写的地方也能够让它花光花热 只要有爱就可以花光花热 所以我想今天这个名字应该是 也是用所谓的关怀跟爱 希望就是让更多人也许没办法负担门票 没办法负担去南北极看一些生态 然后能够在台中 我们在我们这个展览里面能够感受到 亲自将门票交到副市长手中 市府表示这7000张门票 将提供给包括妇女服务中心 单亲中心 家福等多个弱势单位 要让孩子们可以开心过暑假 其实我觉得7000张对我们这些家庭来讲 意义非常的重大 你看哦 他们平时要去认识这些企鹅 而且又在暑假里面 可以看到南北极这样子的一个博览会 我想哦 连你要花一个钱到别的 比如说到台北或是高雄看 这都是一件不太容易达成的 但是今天呢 企鹅他们发挥这样企鹅的社会责任 愿意把这些公益跟社会服务 跟弱势家庭一起来做一些结合 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市府回赠感谢状 谢谢民间单位的用心 业者以抛砖引玉的心态 希望号召更多人一同来关心弱势孩童 而这份心意也让孩子们的暑假生活不留白 增添许多回忆 建军台中采访报道